如果你是一個MK仔 我直接認我是一個完全是MK仔 沒有人有資格排第二位 只有我一個這麼廢 我其實一直都不是想做明星 我只是很想做自己的夢想 但其實我只是一個普通香港人 不是和大家一起奮鬥的香港人 每一件事都是最後一次 如果我都做到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人可以警惕大家 大家都可以有夢想 那個MV是直接激動 辛苦了這麼久的東西 終於都出來了 那件事是像個兒子彈身 因為這個作品就是我的兒子 我很愛他 我在MV看 人的樣子都不同了 他沒那麼醜 他可能都是醜醜的 但他沒那麼醜 我記得是書老闆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以前瘦很多 這件事他在我的腦袋徘徊了很久 原來我以前瘦很多 他就警惕了我現在真的很肥 然後我就開始減肥 你知道香港之前做健身是犯法的 我是每天都去跑步和踩車 是每天 我現在還在維持著 已經累到傻了 我都會照去踩車 或者因為我住大埔 我叫做單車徑 為何要吃東西上有條子 因為我是一個超喜歡吃零食的人 我喜歡吃朱古力、薯片、煎炸東西 但我去到書老闆錄音 發覺如果我再這樣做 我應該長期聲爛 因為我每一次錄完音 我就回去做運動 還有我之後 晚上我令到怎樣的聲音大好 我真的晚上回去吃 全部都是很清晰的東西 因為始終覺得沒什麼問題 是說只剩了三個月而已 我有信心如果我這首歌可以 成績OK的話 我下一首我簡直想做爆錄腹肌 對待人最熱情的我 他竟然稱之為惡魔 那個觀眾不喜歡你 他就是不喜歡你 就算你多努力 他都可以不喜歡你 可能是他興趣說我 他不會有一個追擊的 可能很多人不追我時 會追擊我、說我 但我覺得這件事 已經變了他的嗜好 或者令到他正能量的開心 如果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件幫助人的事 我都覺得被他罵得很開心 始終自己真的做得不太好 令到自己成長了 人就是要有跌倒才會成長 也不太介意 因為最後 就像那些疤痕一樣 就算你留了多少疤 或者他插了你多少刀 你最後都要自己努力站在身上 痛不痛嗎 痛就沒什麼所謂了 痛就天天都會痛的 但也要努力 所有永遠都是一句說話 每一件事都是最後一次 由2022年1月1日開始 有這個全面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自己年紀已經31歲 我已經沒有時間再浪費 以及沒有時間再開始叛逆了 我看到我弟弟 他已經由一個小孩變成 他現在已經為了事業開始煩的時候 令到我警惕到自己 原來我是要開始做一個大人 一定要取責任 以及要個人真的有事業 這件事不能再是以前玩玩的事業 而是他變成我終身的職業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本身是一個家庭環境 不是特別好的人 然後讀書又差 如果你說我是一個MK 我直接認我是一個完全是MK 我以前回到那份銷售時 是賣袋的 我很記得那天炒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你去追夢 這些工都不適合你的 因為其實他是的 我有一個說話 我永遠都在腦袋記住 他說這些幾萬元的工都不適合你的 你適合做明星 他這樣跟我說 我其實一直都不是想做明星 我只是很想做自己的夢想 大家都可能覺得我是一個真人秀 一個虛構的人物 我是不可以搭鼻箭 我不可以搭巴士 但其實我只是一個普通香港人 跟大家一起奮鬥的香港人 因為我其實不能放棄 因為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是ERROR 我已經是跟兄弟一起去上 百般的批評或者我的低潮 我都是要跟兄弟一起上 我沒有選擇放棄 我只要選擇面對 好像人們說我樣子壞 或者我唱歌難聽 除了努力做得更好之外 我已經想不到我退後的藉口 我身上已經有無數的標籤 自己的心態是做音樂 其實是把自己的記憶留在地球 如果可以有一個大家會聽 或者大家會記得的作品 它可以一直流傳 不是一會兒就不見了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好開心就是大家看到我有努力付出 這件事是我最值得開心 而且我覺得到時候我唱歌的時候 應該和大家一起唱 我預有機會哭 因為這件事等了31年 不知道什麼事 突然在哭的時候 這樣吧 對待人最熱情的我 因為我弟弟是幫我拍MV做PA 做花織 他真的跟我一起成長 我跟他兩兄弟都很感動 我媽媽那些 他只知道我出歌 其實他應該也很感動 我想跟他說 其實我已經長大了 我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會思前上後 這件事是我會警惕自己的一件事 這件事真的很開心 就是要跟你們說 多謝他們陪我一起成長 我直接跟自己說過 是未準備好 我未有資格可以發展新戀情 因為我的事業上 我也是剛剛開始 所以我沒有資格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